這次ECFA 134項衝擊的對象 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 這跟去年12月針對的秉熙 那些都是大公司 台塑 奇美 他們比較容易做內部調整 這次不是 你不能只從 你要從產值看問題 你都不看就業 對不對 而且產值坦白講 還扯到另外一個 你說這個是2% 那你對大陸出口有52%是電子零組件 那你認為人家都不能跟別的國家買 你說好 他其實不是買本土企業 他總可以轉向韓國 韓國也可以做 最近他們中日韓也在 希望能夠加速FTA的談判 搞不好這個就是 中國給韓國的善意 所以你以為不會發生轉單嗎 我跟你講什麼叫貿易戰 貿易戰就是政治性的 你怎麼知道 中國大陸不會對你搞貿易戰 你不能只從市場競爭去理解 不然我們來講 美國的大豆品質是最好的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改買巴西的大豆 因為你美國搞我 所以我就改買巴西的大豆 坦白講他改買了非常多 那我們再講 英特爾的CPU 這個也是世界最好的 對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下了公文 就是政府相關單位 不能用英特爾的CPU 因為他怕安全 所以我跟你講 這台灣真的不要太天真 都從自己的角度在思考 中國大陸是真的沒有對台灣 打過貿易戰 他現在還是用貿易歧視來說 你應該給我一點公道 你就開放一些進口 來降低貿易順差 我們一年從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 七八百億美元 他現在還是就經濟在論經濟 你不要政治對抗上綱 到時候人家是用政治在思考 他對美國都可以這樣了 對你台灣不能這樣嗎 就是賴清德政府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還要聽謝金河那邊胡說八道 揮達哪有要封鎖中國 黃仁勳巴不得能夠賣 是因為美國不准他賣 所以他後來降階弄H20 他本來是要買A20 他不能賣 只好降到H20 結果降太低了 現在在中國自銷 結果他只要殺價來賣 這個哪裡是黃仁勳要的 我跟你講黃仁勳最近 還因為美國去追查中東 是不是轉賣NVIDIA的晶片 給東國大陸 現在連中東 要出口到中東都被延緩審查 結果揮達那天的股價 重疊版3.8% 這個絕對不是黃仁勳願意見到的 我說如果有一些事實 你都不看清楚 坦白講謝金河還賴清德還把他當做國師 你就可以想像會有多可怕 我覺得趙春山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真的是重點 就是說你這樣擺出一副陣仗 就是要跟中國對著幹 你照理講應該對內要團結最大多數 對外要盡量縮小你的敵人 對 你應該以中共為敵人 你怎麼連中國的老百姓你都扯進來了 你如果講你不是中華民族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那你就是等於跟14億人對著幹 那你不是把你的對手極大化嗎 而且他還不只把對手極大化 國外的我們講大陸 他不只把大陸的對手極大化 他還把台灣內部的對手極大化 他動不動就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對不對 國民黨 民眾黨都變成中共同路人 你把你國內的對手也極大化 怎麼會有你這種天才總統 黃國昌也要被抹紅 你們不只抹紅傅崑奇 你們抹紅一大堆人 全台灣現在排名 民進來當中共同路人可能 人口已經快要接近50%了 怎麼有人這樣執政呢 所以我們剛剛只是在講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 你不要真的以為中國大陸 不會用政治角度來思考對你貿易戰 真的到那一天台灣真的會很慘 你一年賣到中國大陸的 那個電子零組件就52% 我們即使不談這個 另外48%呢 另外48%就傳統產業 人家為什麼一定要買你的 人家也可以買別的國家的 他最近在搞中日韓FTA 在搞RCEP 要搞3.0 中韓FTA也可以變成2.0 他可以向韓國示好 你怎麼都不會去想這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政府怎麼會 都從自己的角度在思考 以為全世界都跟你想法一樣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可怕了 EGFA的問題 對謝金河個人沒有影響 是 但是對於台灣的這些業者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應該去問台灣的這些業者 你痛還是不痛 我覺得應該是要問這些事情 第二個就是不要去蹭黃仁星 黃仁星來台灣 他是有他自己的節奏 不要去蹭黃仁星 免得哪一天你被黃仁星的另外一個節奏打臉了 所以我覺得去蹭這種話 顯得很幼稚 在這一次香格里 我覺得他去主要傳遞的訊息 就是對台灣立場的一個非常非常 極為強硬 幾乎已經推到我們這光譜分析 某一個頂端的一個差不多已經到頂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些 當然他是警告性質的 那麼他警告現在的台灣的政府 對 他已經很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該動的 他都動了 軍事上也動了 那麼我們當時 前一陣子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會就是說經貿一定是不會避免的 當然說現在大陸是134項 你知道這個免稅的這個 所以早收清單的這個零關稅的 一共有534項 134項 剛剛第一次這12項的話 大概就已經取消了146項 146項 那事實上還有差不多將近400項 不到400項 他還沒有動 對 可是你一直跟大陸講說 對台灣影響不大 無所謂 我無關痛癢 你只有我這個好 使用我這個好 你使用這個好 這個零關稅進入台灣 進入大陸市場的台灣產品 只佔我們全球外銷的2% 我們不怕 那你意思是說 那你請你再繼續把那400項 一起拿掉是不是 挑釁的意思 這個時候你應該說 這個中間大家來 用理性來解決問題 對不對 你這個政策對於我們將來 兩岸這個 要這個理性來互動的話 這是不利的 你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給中國大陸一個怎麼講 一個比較正面的訊息 你知道只有兩個訊息 第一個說沒有影響 你拿掉沒有影響 第二個還說我要去WTO去告你 我要去那邊爭端解決 那能不能告 我們前面也提過了 不過我覺得基本上 不管是損失150億美金 還是120億美金 最後影響都是我們基層的勞工 因為他們會因為工廠沒有貨出 關廠然後就失業了 那我們這些大老闆不在乎 可是我們這些小市民的生計怎麼辦呢 我還是會給大家看